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卧窝 今天给大家介绍来一部男人电话购买恐惧服务 公司却免费为他奉上死亡套餐的故事 男主安格斯是小镇上出了名的闲散人员 不记得长发江山一脸的洛塞湖就是他的标配 平日里,安格斯靠电玩和自娱自乐消遣无聊的时光 偶尔也会弄点小花火,整股一些善良的邻居 他此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追求极致的刺激 寻常的恐怖电影已经难入他的法眼 所以每周都要和你有灵溪在鬼屋酒吧来一次约会 即便这样,里面的布置也再难挑动他的神经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真正的恐惧了 这天晚上,安格斯如往常一样和灵溪去酒吧消遣 他多次吐槽鬼屋太过俗套,已经不能给他人喝刺激 这番话恰巧被一个深色外套的卷发男人听到 于是递给他一张印有骷髅标志的名片 卷发男告诉安格斯,他同样觉得鬼屋只能够吓唬小朋友 在靠他们的恐惧公司,公司的宗旨就是挖掘恐惧的源头 团队可以为那些真正喜欢刺激的顾客量身定制恐怖服务 并带给他们终身难忘的恐怖体验 如果安格斯想要定制化的服务,只需要动动手指 拨打名片上的电话就行 安格斯收下名片后就和女友回家了 今晚的体验简直令他失望透顶 更糟糕的是,他还把自己的钱包弄丢了 正安格斯开始怀疑,是不是那个卷发男程谈话的时候 悄悄偷走了钱包 这时,邻居比尔穿着黄背心走了过来 老人面次心闪 最近打算组织一个社区安保队来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 因为安格斯没有正式工作 于是比尔就想着把他吸纳进来 只可惜,安格斯宁愿在家躺着 也不愿意服务群众 于是果断拒绝了老人的邀请 次日清晨,好友亚伦带着新婚妻子妮可前来拜访 安格斯和灵溪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夜幕降临后,年轻人们开始狂欢 四人一边开怀畅饮 一边谈论一些心奇刺激的事情 玩累了,就躺在陆天游池里玩耍兮兮 安格斯找了个借口返回屋里 留下三人在温水池里继续闲聊 不多时,灵溪突然听到灌木丛里 传了一些奇怪的声响 其余两人有所感应 亚伦自高奋勇地过去查看 却被突然冲出来的面具杀手 吓得惊声尖叫 直到对方笑着这下面具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是安格斯在搞了作剧 泡完温泉之后 四人回到客厅闲聊 安格斯提起了今晚遇到的卷发男 以及对方所说的恐惧有限公司 亚伦听完脸色周边 起码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讲了出来 据他所知 自己的上次凯莉 不久前为了找刺激 就在那个所谓的恐惧有限公司定制了服务 当天晚上 他就遇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再后来 凯莉就再也没有来过公司了 整个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由此可见 那个所谓的定制服务 绝对不是一场简简单的那游戏 林希没心思参与这样的讨论 找了个借口回屋休息去了 而安格斯却下下被亚伦所说的话 信仰难耐 如果恐惧有限公司 真的能带给他震撼的话 不来个全套服务 简直就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回到房间后 安格斯辗转难眠地 在地上来回躲步 无意间发现自己丢掉的钱包 以及那张恐惧有限公司的名片 竟神奇地出现在床头柜上 难道那个所谓的公司 趁屋里没人 悄悄把东西送了回来 安格斯百思不得其解 索性也不再多想 竟然钱包回来了 算是一件好事 于是他怀着好奇的心情 悄悄拨通了恐惧有限公司的电话 可对方却一看地表示 现在定制服务的人太多 他的订单只能延后 此时 电话里运约传出一句而鱼 大致意思是说 他们有了新的目标 神经大条的安格斯并不知道 这个新目标正是自己 恐惧有限公司为了让顾客放松警惕 这才谎称订单已满 好让他们认为预约失败 事实上 只要有人拨打了那个电话 就意味着服务 马上就会送上门来 夜渐渐深了 毫不知情的亚伦和妮可 在沙发上缠绵 却不曾发现在阴暗的角落里 藏着一道人影 第二天早上 安格斯和朋友们在后花园洗脑 邻居老头突然造访 并且神色严肃地表示 他昨天晚上在小区巡逻的时候 看见一个陌生的人影 在安格斯家外面驻足 对方既不像是修电线的 也不像是修水管的 总的来说 那人给他的感觉很奇怪 所以特意过来提醒一下 让他最近注意安全 歇过了邻居的好意 安格斯继续和朋友们打去聊天 他觉得比尔那个老头太过神经质 所以根本没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一致邻居刚走 家里的防盗警报就响了起来 看来真的有人闯了进来 他大声呼喊女友和朋友们的名字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于是顺手抄起高尔夫球杆 准备亲自在房间里巡视一番 走过储物间的时候 里面原本亮着的灯突然熄灭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悄悄开门走了进去 赫然发现一张旧报纸 被一柄匕首钉在了木门上 报纸上用鲜血 写着几很恐怖的话语 行动已经展开 你的死期将至 报纸上的血迹尚未干涸 看起来是不久前匆匆写上去的 安格斯正疑惑之际 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冲出来捂住了他的嘴 男人嘴里唱着古怪的儿歌 脸上带着一丝男人寻味的微笑 安格斯根本无力反抗 最后对方一头撞坏了他的鼻梁 这才疯疯癫癫逃了出去 安格斯很是郁闷 警方报警求助 但警方已束手无策 因为闯入者 可能是居屋定所流浪汉 再加上被害者 只是受到轻伤 他们不可能派出太多警力 去实施抓捕 所以他只能自认倒霉 夜幕再次降临 年轻人们参加完化妆舞会后 回到家里 屋里的电视却毫无征兆地亮了起来 并开始播放新闻节目 其内容极其诡异 大致说安格斯家里发生了年环凶杀案 被害人包括林希 亚伦 妮可 以及邻居老头比尔 现在警方初步认定 凶手就是安格斯本人 至于杀人动机 他们还没有弄清楚 新闻播放到这里 电视机闪了几下再没了动静 就像是刚才的事情 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房间里的人陷入了恐慌 他们明明现在还活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报道 难道说 他们看到了来自未来的新闻 朋友们开始以为是安格斯搞的作剧 可就连安格斯自己也对此毫不知情 无奈之下 他只能把自己悄悄打电话 给恐惧有限公司的事情 如是说了出来 众人听后乌亥然 就在所有人陷入惊恐之际 房间里的灯全部熄灭 伸手不见物质的黑暗中 恐惧情绪正在肆意蔓延 相较于惊慌失色的朋友们 安格斯反倒有些兴奋 恐惧有限公司果然有些手段 光是这个开场 就令他兴奋不易 甚至期待着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于是他让其他人待在一起 互相找影 他去外面查看一下线路 安格斯拿着手电出了门 邻居比尔却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他表示 自己刚刚看见一道黑影 闯入安格斯家里 他本想打电话报警 但电话却一直没能打通 所以只能跑过来告诉他 老人正在讲述他看到的一切 却没注意到 一个面具人从他身后窜了出来 安格斯正要大声提醒 却还是迟了一步 老头被迟到蒙面人残忍杀害 但奇怪的是 安格斯非得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拍手叫好 认为这是恐惧有限公司 在复刻电影 惊声尖叫中的杀人桥段 刚刚那一幕 不过是公司买同比尔后 精心炮制的假象 不管怎样 他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回到房间后 安格斯把刚才看到 尼姆告诉了屋里的人 其他人显然不同意的观点 他们认为那个所谓的非法组织 正在有预谋的杀人 现在必须要采取行动 亚伦不愿冒险 果断打电话 向警局说明了情况 接下来 他们需要紧闭房门 等待警察的到来 安格斯兴奋不已 为了寻求刺激 他可以为凶手流离到后门 随后众人回到客厅苦苦等待 就在这时 一刀黑影从大门前经过 吓得所有人都蹲到了地上 安格斯表示 按照恐怖片的逻辑 待在屋里只有死路一条 逃跑才是明智的做法 说完这番话 他率先开门跑了出去 其他也只能紧随其后 四个人好不容易躲进车里 却发现车上的点火系统 已经遭到了破坏 看来有人在故意阻止他们逃走 这样以来车内也不再安全 于是只好汽车 并再次返回屋内 此时 黑影人已经手拿武器围拢过来 经过一番紧张的追逐 几人终于逃了出去 他们决定躲进卧室里 死守不出 却发现妮可不知什么时候掉了队 亚伦担心妻子 准备出去寻找 安格斯苦劝不住 只能任期离去 卧室里只剩下了安格斯和女友林希 林希被吓得不轻 浑身都在颤抖 安格斯急忙出眼尾 并声称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在游戏里 没有人会真的死去 一切不过是恐惧公司 知道出来的假象 现在 他们必须要正面出击 才能达成游戏通关 一味逃避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林希虽然完全不认同安格斯的观点 但也只能跟随他一起冒险 地下室里 两人摔碎酒瓶作为武器 小心翼地摸黑 朝屋外走去 不久后 后院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他们奔着声音的方向跑了过去 却看到妮可被吊到了树上 一只剑射穿了他的眼睛 面对如此恐怖的一幕 林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而安格斯则表现得非常淡定 他觉得这一切依旧只是假象 此时 妮可艰难地碎牙风里挤出一句话 提醒他们快逃 因为面具人就在附近 安格斯举着手电朝墙脚看去 果然发现一个黑旁面具人手拿武器 不慌不忙地朝这边走来 他来不及解救妮可 急忙拉着林希朝屋内逃去 两人逃回屋里 面具人却紧随气候走了进来 正是因为安格斯故意留下的后门 才给了面具人可乘之机 直到此刻 安格斯才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 于是想好言相权 停止这场游戏 只可惜对方好像完全没有听到 他在说什么 举起锤子 将他当场瞧云 安格斯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正身处自家的地下室里 亚伦被锁在椅子上动动弹 似乎遭到了一些非人的折磨 此时一旁的监视器自动亮起 面具人再次出现 并要消失在两分钟内 斩断亚伦的左手 否则被锁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林希 将会被杀掉 安格斯很清楚 这是经典惊悚电影 电锯杀人狂中的桥段 起初 他仍旧以为这一切只是一场游戏 可当他看到闪着寒帮的工具之后 不由得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两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为了拯救自己的女友 他不得不拿起电锯 锯掉了亚伦的左手 可接下来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那只手竟然只是道具 也就是说亚伦并没有受伤 看来 他的判断并没有错 一切都只是游戏 如此身临其境的体验 如此强烈的压迫感 让他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恐惧有限公司果然名不虚传 这时 电视上的提示再次传来 通往解救之门的钥匙 就在亚伦身上 安格斯发现 亚伦的腹部有一道伤口 被许多细线缝合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钥匙就在胸腔里面 问题接踵而来 亚伦的手臂是假的 胸腔还会是假的吗 但为了救助女友 他只能冒险一时 亚伦的伤口被一点点剪开 鲜血顿时建设出来 安格斯把沾满鲜血的手 放到鼻子前闻了闻 农中的血腥表明 这竟然是真实的鲜血 随着鲜血不断流出 亚伦终于闭上了眼睛 安格斯悲痛欲绝 这时 方力的灯开始闪烁 黑暗之后 亚伦的尸体消失不见 椅子上出现了一把钥匙 安格斯觉得 刚才并非游戏 是自己亲手杀死了最好的朋友 他呛忍背伤 用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随后就在卧室里找到了 已经陷入昏迷的灵犀 他紧张拨打报警的电话 请求警方再快一点 他不敢保证 自己接下来能搞定一切 电话刚刚挂断 面具人就再次对他发起了偷袭 被分交价的安格斯冲向对方 并将其彻底掐死 冷静下来之后 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 原本陷入昏迷的灵犀突然醒了过来 他解下自己双手双脚的束缚 并告诉安格斯一个亲人的秘密 他们所有人都在配合恐惧公司演习 根本没有人因此受伤和死亡 事实上 他们早在三周前 就预定了恐惧公司的服务 可意外的是 安格斯刚才去的不知情的情况下 真的掐死了一个人 现在如何处理尸体 才是最棘手的问题 不多时 亚伦和尼可满脸微笑地走着进来 可当他们得知 刚才安格斯杀了一个工作人员之后 立刻吓得脸色大变 他们不顾安格斯的挽留 直接躲门而出 无理只剩下了安格斯和林希 安格斯想要去警局自首 林希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恐惧公司本身就是非法组织 如果他们神不知鬼 我觉得把尸体处理掉 对方绝不敢报警 打定主意后 两人开着死者的车 准备连液到沙漠里进行抛尸 途中 林希从车内遗留的文件中得到信息 恐惧公司其实很早就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 并利用技术手段 转移了一切通话信息 也就是说 安格斯之前打电话报警 其实是打给了恐惧公司的接线员 一路上 两人提心吊胆 甚至把街边的小混混 当成了恐惧公司的员工 他刚刚摆脱那群人 接着又因为超速 遭到警察的追捕 安格斯驾驶的车辆很快被警察逼停 因为车辆没有牌照 安格斯也没有携带驾驶证 这让警察开始怀疑车上藏着尸体 安格斯一下紧张起来 可警察还没来得及到后备箱检查 就被迎面使来的一辆车壮飞出去 安格斯不敢耽搁 一脚由门朝沙漠方向挤齿而去 随后 两人选了一处地方开始埋食 就在这时 远处是来一辆汽车 原来 工作人员的车上都有卫星定位 公司很快就锁定了他们的位置 两人急忙找了一处灌木丛躲了起来 恐惧公司的老板终于露面 他对着周围大声警告 如果安格斯愿意自己站出来赎罪 他可以考虑放过灵溪 如果他们继续躲着 等被找到之后 他们都要替死去的员工偿命 安格斯觉得这样躲着不是办法 于是决定牺牲自己 但离溪却把他拦了下来 可爱小的灌木丛根本藏不住两人 他们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安格斯开始努力解释 这些都只是个意外 他并不想杀人 可当时的情况下 他也别无选择 自己根本无法分清楚 究竟是游戏还是现实 老板让人把两人的头全部蒙上 然后朝着灵溪的方向开了一枪 等到他摘下头逃 地上就只剩下了一滩血迹 女友的尸体 以及恐惧工作的人全部消失不见 伤心一绝的安格斯 沿着来世的路途返回 不久后 眼前出现了一座加油站 他想进去打电话报警 却惊喜地发现 女友灵溪竟然就坐在角落里 他并没有死 这一切都在恐惧游戏的计划之内 接下来 送人齐聚一堂 开始召开所谓的庆功大会 即便想通这些只是一场游戏 但安格斯却云云感到一些不安 果然 恐惧有限公司终于奉上了 他们的最后一项服务 那就是杀掉雇主 让对方体验真正的死亡 在安格斯惊恐的目光中 朋友们相继死去 最后 一把冰冷的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安格斯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恐惧有限公司》 上月2016年 尤文森特·马斯·索尔指导 该片构思巧妙悬念叠起 男主安格斯在真假难免的游戏中彻底迷失 从最初面对游戏时的欣喜 到最后面对死亡时的绝望 在这个过程中 他渐渐丧失对恐惧的幻想 转而开始珍惜难得的平淡 但从他拨打电话的那一刻起 似乎命运已经注定 《恐惧有限公司》贩卖恐惧的同时 也在贩卖死亡 过度贪图短暂的刺激 失去的将会是整个人生 对于这部反转不断的惊悚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有期望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